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部以纽约为题材的电影《唐人街,探案2》 里面有很多场景和画面,都是以纽约这边为背景的拍摄的 根据电影中的场景镜头,我自己也到很多地方重新拍摄了一下 电影中的场景,在真实的纽约又是什么样的呢? 另外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利用特效拍摄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巴一巴 电影开头,就有不少纽约标志性的地标 布鲁克林大桥,华尔街,自由女神 而这些拍摄只是电影的花絮,没有演员出现 相对拍摄比较简单 看看我用手机拍摄出来的类似的镜头和场景 只是角度和拍摄技巧比不上他们专业罢了 紧接着唐人和秦峰去唐人街找宋毅 来纽约的华人想要谋生,一定要去哪儿? 唐人街! 看看这个场景,它是唐人街的Pale Street 非常有中国特色一条不长的小街 那也看一看我拍摄的Pale Street的真实场景 早上人少安静,中午喧嚣热闹 而电影中只是拍摄了一个招牌一闪而过 在电影中唐人和秦峰,宋毅他们被陆国父的人追赶 来到了唐人街一个钉子路口 Beyart和Elizabeth Street交叉口 首先看一下我拍摄的日常此处的情形 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嘻嘻嚷嚷 不可能有拍电影的机会 因此,电影此处应该是先拍摄了此处的街景 之后根据要求在视频中添加一些元素 批掉路上的行人和车辆 而在影棚拍摄出打斗的场面 通过抠率等视频编辑再与街景合成视频 你和他们说你是我莫有钱的弟子 看谁敢 我是莫有钱 我你有钱没钱 我是 你还是 我 你 莫有钱的 挺 挺你慢啊 你叫我是Hello KTV 师傅,好功夫啊 我 你 我 你 你 而这种合成视频的方法 同样使用在电影中的实在广场场景中 先拍摄街景 并通过特效添加相应的元素 再通过拍摄马车等视频 合成视频 同样看一下我拍摄的实在广场 真实的情况 这跟电影中是不是看到的不太一样呢 电影中的地铁和大街中的镜头 也都是同样的视频制作方法 先拍摄街景 之后演员在影棚拍摄 抠虑编辑视频之后合成 大家看看现在这些电影中的镜头 是不是你也觉得不是现场拍摄的吧 同样我给大家提供几个真实纽约的素材 纽约街道和地铁口等视频 你觉得电影是在这种视频的基础上加工的吗 至于电影中有关中央车站的镜头 我觉得采取了同样的拍摄方法 不过也不排除剧组趁着夜晚的时候 车站人比较少 其实也是可以拍摄的 同样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拍摄的纽约中央车站和车站的站台等视频的片段 另外电影中医院的场景 这方面我觉得倒是可以找一家医院跟他们合作 找一个走廊和一两间房子 跟医院商量好 倒是可以现场拍摄 总之 看完唐人街探案2这部电影 正好里面的镜头 自己都见过 才思考他们是如何拍摄的 不由得感慨 现在的影视制作水平之高超 跟以前一些电影中 只是有部分街景 带给人们的视觉感受 也是非常的不同 那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等支持 谢谢观看 再见